今天来到了山东临沂的宜南县 青驼大街 来吃一碗梦寐已久的牛碗口汤 这是头一回来 人还挺多 老板 是牛碗口汤吗 是 没找错哈 咋卖的呀 碗口35 碗口35 那个牛碗口到底是哪个部位的 大肠头 大肠头啊 好吧 行 哇 这么一大锅 天呐 太接地气了 那那个里面是什么 那个冒泡泡的是什么 那边是啥都有的 啥都有 啥都有 那啥都有的多少钱 15一块 天呐 这个是啥都有的都起泡了 兄弟们 这种锅我也是腿会剪 这真的是包姜包到家了 这个里面全部都是牛碗口肉 特别霸气 天呐 这么大 那个也是牛碗口 这个是牛散带 牛散带是什么 牛的属于牛第二个胃 第二个胃 哦 这个是牛碗口 哦 还不一样 我看着都差不多 行 我的终于要做了 天呐 这么老大 半斤啊 35一斤对吧 我要半斤 这怎么还刮掉了 去去油 哦 上面是油 对对 把油去掉 还挺负责 哈哈哈哈 兄弟们 知不知道牛碗口 是哪个部位的 你把你送 小点 来点钱吧 要要要要 反正不要钱对吧 对 不要钱呢 必须得整 哇 这是我的 20块钱 35一斤 哦 我这个也是在这里头烫了 对 烫上去去了 哦 妈呀 这锅太接地气了 哈哈哈哈 这是我的 终于好了 20块钱的牛碗口汤 这个是啊 二十 二十 哦 天呐 这么多 堆尖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查尔牛 今天来到了林仪的宜南 头一回来赶青河大吉 其实我是听一个朋友推荐说 这边有个牛碗口汤 特别特别实惠 确实很实惠啊 牛碗口 35一斤 今天我是要了20块钱 你们觉得顶不顶 你们知道什么是牛碗口吗 我刚才问老板 老板很委婉地说是大肠头 但是我觉得不是 那如果是大肠头 就叫牛大肠头汤嘛 为什么叫牛碗口汤 先来一口 嗯 老板还很负责任地 把那个上面的油给我发掉了 特别特别 怎么说 虽然是大吉障 但是它没有那种粗糙 只是它那个成年老锅 是有点劲到我了 这个就是牛碗口 你们看一下 如果知道牛碗口是什么 我刚才打的评论去告诉我 具体我现在还有点迷糊 嗯 怎么还有牛肺 很有那种牛肉香的味道 特别浓厚 但是我觉得这20块钱一碗 我自己都吃不完了 纯肉就是半斤多 35一斤吧 20块钱半斤多 哎 有几两 你们算一下有几两 我有点算不清了 这个多少钱 这个三块 这个三块 好好好 我可能拆不开了 不敢用牙了 哈哈 不行啊 有啊 我以为没有呢 有 谢谢阿姨 这回要听粉丝话不用牙了 要不然真的牙废了 啤酒 就牛碗口 嗯 还有点顺嘴 这青多大鸡位置投一回来 也挺大的 就是吃的东西不多 说实话 就是牛碗口是真的值得来一趟 特别是没有吃过的 爱吃各种东西的小吃货 推荐你们一定要来 慢走